个案是13岁国医男孩 活泼好动 但一个星期之内 他却无预警 在家昏倒两次 他的心电图是有问题的 对他的这个QT波段 比一般人来得长 他如果再次的昏倒 不见得每次都会运气这么好 他能够自己心脏再跳回来 正常的心率 透过心电图 医生发现 男孩的心脏 从收缩到完全放松的过程 波段比较长 正常是450毫秒 男孩高到500多毫秒 加上基因检测 证实是少见的遗传性疾病 先添肠QT症候群 他中间如果有破烂一些 其他的刺激的因素 可能造成他的下一个心跳 跟前一个心跳交叠在一起 而产生了一个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治疗方式是否用 乙型交感神经阻断剂 如果一再昏倒 就要植入心率去占器 这是遗传性疾病 一人离病 建议全家都要基因检测 提早预防 大海新闻 张居国际宗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